请收看惠律法师佛学讲座 修行辅导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无真 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的宽恕众神 忍入 这个忍入 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那么这一次 也是他邀请的 那就来长庚 长庚算是第一次 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理念 他告诉自己 这样是对 这样是不对 那么因此在主观的意识上 就产生一种标准 在标准加上主观意识 就会肯定的自我 在长时间的惯性的 商业 无论是 各行各业 耐自 最小的家庭 都会有纷争 人有全力享受更快乐的日子 可是我们却愿意活得很痛苦 原因并没有其他的 大家都想保护自己 Portank 保护自己的本身 又不了解自己 就会造成严重的 无知 一个人生在无知的 深坑里面 他是他借着后天的教育 他会讲出一大堆的理由 但所有的理由 都是想保护自己 想要宣扬自己 因此 我们在长时间的无明 没有智慧 这一面冲动之下 我们会造了 很多莫名其妙的恶业 所以因此 不管你书读多少 生活还是烦恼 重跟轻 如果你讲你完全没有烦恼 那是轻狂众生 我现在活得很好 我太太对我很好 我两个孩子读书很棒 我现在很满意我自主 我很自主现在情况 那是现在 佛教讲的是永恒的生命 他这个医疗 是站在永恒的生命的角度去讲的 他不是站在这个短暂的生命 因为生命是连锁性的东西 生的开始就是死亡的开端 死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我们人死了以后 这个意识 这个精神 倒还是会作用的 就像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做梦 梦里不能说没有 但是你又拿不出来 在这个世间上 就有这种东西 你不能否认 但是你又拿不出来 所以物理学讲 Energy 用物理学来讲 就是光粒子能量的问题 Energy的问题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满足现况 他一定会想要深入 去了解人性 然后连根拔起 才永离痛苦 你注意看 郑日假 每一个人他都是为国为民的 可是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 佛陀讲这个纷争 除了有大智慧跟忍耐力 可以化解这个纷争 要不然世界没有和平 那个和平 对旧佛教的角度来讲 都是虚伪的假象 夫妻也斗争 父子斗争 老板 辛勒 老板 辛勒 辛勒 国语怎么讲 辛勒 辛勒 斗争 然后再来 你立法委员 你出读的那么多的博士啊 一样啊 Fam S-A-M-E Fam 都一样 哎 所以说 每一个人都会假借任何的理由 来攻击别人 一个人要攻击你啊 那一家之过 一家之罪何况无耻 他要加罪在你的身上什么话都有 因为这是两面体的嘛 这个光线照过来 这是亮着这边就暗嘛 对不对 这边亮的话这边就暗嘛 这边亮这边就暗嘛 世间通俗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治疗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了解 夫法的根本精神 我们会活得很超越 很自在 而且 很充实 真正的生命 才属于自己的 举个例子来讲 就今天的角度来讲 说中言普度 我们讲中言普度 佛教没有这个名词的 上远中言下远 那是道教鬼神道讲的 佛教没有讲中言普度这个名词 碰到中言普度就大杀开戒 大开杀戒 杀了那么多主公 杀了那么多的鸡鸭 然后来祭拜鬼神 所以佛说 杀身 祈福 是愚痴的行为 杀了众生 求这个福报 先损害众生的命 然后来求自身 找自己的福报 有吗 愚痴 拜了那么久 他就没有实际去观察 我每年都祈求 可是灾难怎么那么多 他就 他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反正每年都是拜嘛 对不对 那愚痴的众生 他就会自己解释 我如果没有拜 本身有两串 如果没有拜 有四串 他把所有的灾难 都会就于自己的不诚心 而诚心就可以解释到 那最低的祸患 真是于此到家 我们每年都是换回这么多 什么中年普度 换回这么多的拜神 那怎么没有消灾啊 这根本精神没有解决嘛 所以佛教他不是讲中年普度 他是讲于兰盆会 于兰盆会是佛的弟子穆建年 为了超度他的妈妈 在七月十五的时候 解下那一天 请供养一千多个 这个圣身 以此功德来回向母亲 那么这样子 是于兰盆会 这样子有修行的高生大德 这样子供养的功德来超度 这才是佛教的愚人盆会嘛 那么一直演变到中国的这些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思想是道家 后来演变了把老子的思想 加上神秘的色彩 变成道教 道家跟道教又不相同了 然后把道家 道家变成辫子变成道教 然后把道教的东西 偷拿佛经的东西 像道家人一看那个 他也念大悲咒 那大悲咒谁员啊 老子道德经有叫你念大悲咒吗 没有佛经的 念那个百余神咒 观世音菩萨 他们也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又拜孔子 又拜观世音 又拜妈祖 然后把整个的主道士都搞得分不清楚了 分不清楚了 包括那些记者 中言普度 然后那个帽相 照相都照起来 那个塞功 然后他就写 请大法师超度 本来我要写信息 那不是大法师 那是师功 塞功 差太多了 连那个弃子 他也搞不清楚 什么是中言普度 什么是玉兰蓬慧 什么是法师 什么是塞功 什么是脱功 他都弄不清楚了 那你佛教当然就 当然他也分不清楚了 对吧 他也分不清楚了 他当然分不清楚 他怎么会了解什么是佛 所以那些 那些拜拜的杀生的拜拜 杀完的都是什么 都是自己在吃 那一吃就是一条高速公路 对不对 佛法没有这样子的 佛法的第一个就是戒杀 这不可以杀生了 那个杀生的跟佛门扯不上关系的呀 你要弄清楚啊 佛教第一个就不可以杀生的了 所以净神赛慧 花了多少意义 那个佛跟佛教扯不上关系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求真理 讲悟 觉悟 我们要在生命当中的抵触 去揭发出来 深入的去观照我们的内在 深入的去了解人情世故 宇宙的真理 我们慢慢的会发现 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妄想 执着 以苦为乐的这个世界里面 即茫然的痛创 在佛的角度里面来讲 世间没有一种事情是永恒不变的 可是没有一种事情永恒不变的 可是佛并没有叫你放弃 很多人他误会了出家 哎呀 你叫他来出家 我们儿子才过去而已 你这样叫我来替他 你不得了我们这个好生结婚 女儿子 那这样子他才来出家 所以中国的一个思想 一直打一个理念 要家庭的任务完成 然后无牵无挂 然后才来剃度出家 所以高生大德他有讲过 所以玉米了时 无了时啊 当下决断就是死 所以很多人啊 一些小姐或者是一些男孩子啊 出家 然后他就 丑主 要出呢 不行了 这头提起来不能吃肉了 我很爱来这条成青路 吃这个海饭 这提起来不能推 这提起来还不能帮我一下 这提起来不能去咳咳店 不能去恩 天 味 流 流 死 都不能去 内心里面 我要出家好还是不出家好 然后他也出家要出家 那个内心里面很冲动了 然后要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结婚也不错嘛 心又凉了一半 所以他这个内在里面 有长时间的挣扎 挣扎 最痛苦的就是想要出家 又不敢出家 想要结婚又不敢结婚 那个最痛苦 他会联系好几个月失眠 需要打一枕 睡不着 到底要出还是不出 就挣扎 但等到出家以后他就后悔了 后悔太慢了 怎么到现在才剃头呢 这出家多好啊 那么世俗人呢 对出家他有一种恐惧感 不了解 所以长时间的对出家的一举一动 都产生误解攻击毁放 这个罪很重 罪过很重 所以我们讲到要治疗这个心理 我们要从生活当中 去了解 去追寻几个原则 几个原则 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和平 清静 自在 解脱的世界 你马上进入安详的世界里面 其实这个并不难 我们有全力享受这个沉默 我们有全力享受这份宁静跟安详 只要靠一点点的智慧 一句名言 终生会受用不尽的 虽是老生常常常 但是也不减其重要性 第一 我现在讲几个原则 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 讲话 千万不要狂妄 容易树立敌人 唇虚一点 绝对有益 也是保护自己 这是最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哲学 你就拿医生来讲 医生呢 他平常念一些 这是人中的佼佼者 昏霍他很忙 事业做了就赚大钱 如果有学活的医生 他的心态也很平稳 他会对待众生 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知道 痛苦很痛苦 如果没有学活的 他稍微烦一点 他就会 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就带给病人 然后就带给病人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是医生 大家会怕他 怕他不看啊 怕他不高兴啊 就有一点 奉承 所以 你可以去看 当医生的人 几乎在他的生命当中 很少有医生可以接受人家的意见 很少 他是人群当中一个佼佼者 成就 心力 都没有话讲了 大家对社 这个社会 对医生是绝对肯定的 没有话讲的 儿子考上医学院都是 很有费事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 如果医生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他再加上有佛教的这个修养 卖不得了 可以利益多少的众生 当我们做医生很烦的时候 我们在 这个病人比我们更烦 痛苦的不得了 就是我们大悲心 就慢慢的升起来 所以狂傲 对自己 没有一点好处 可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为什么 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呢 我们可以说在读书 从小时候读到大 都知道千寿一满招孙 就没有几个人讲话出来 都是那狂的不得了 报纸一打开 这个立法委员就攻击那个 要给他死 这个洗小丹师要给梦 无得没好看 是哪一个 这个是攻击那个 这个是攻击那个 那个书读的不多吗 读的多的不得了 真正 而真正 谦虚并不困难 你只要保持一个原则 永远不讲自己的优点 永远不要讲自己的幸福 这样会带给别人很痛苦的压力 他生活的很苦了 你一直讲你自己很幸福 你说他的婚姻失败 然后你一直跟他讲 哎呀我老公有多好 你不晓得我老公回来就 哦很好的 我睡觉的时候 我就抱上床 洗澡的时候 衣服都是他洗的 然后他静静的又很难过 他已经很不幸了 你一直告诉他 你老公有多好 记住 不要在别人面前讲你的幸福 不要一直在别人面前讲我们的优点 让别人产生认为你很狂妄 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 你要让人家感觉 圣人在你的面前 哎 体悟到你是圣人 凡夫在你的面前 体悟到你是一个凡夫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体悟圣人的心见 凡夫看是凡夫 跟他一样 圣人看这个是圣人 那就不得了了 凡夫看你是圣人 圣人看你也是圣人 就有一点虚伪了 因为凡夫不了解圣人是什么 哎 第一个 虔绪一点总是好的 然后我念心里面这个虔绪啊 就治疗一大半了 就没有敌人了 讲起话来不管你是读医学院也要读台大也好 念博士也好 然后我们绝口不提自己的优点 如果要提自己的优点呢 有一种情形要提自己的优点 是什么要给对方信心 要给对方信心 为什么要给对方信心呢 比如说我在演讲当中我一定要了解 我告诉诸位 人家文会的法师你读哪里 我一定要告诉他 我读研究所 研究所功课完 我在念佛学院 佛学院 佛学院念三年 为什么要这样讲 要奠定他的信心 要让他了解出家人 他不是没有读书 只是为了要奠定他的信心 让他多少对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这不属于狂妄 这不是狂妄 所以说 谦虚 要看情形 那也不必一直讲自己的缺点 讲自己的缺点 人家明明知道 你没有这个缺点 也变成虚位 所以这个都是两边的 一直不狂妄 没有疏离敌人 常常太过于谦虚 会产生虚位 那只心灵也是烦恼的 再来 口业要清静 不要恶意的重伤别人 在恶性的循环当中 到有一天会循环 一定会伤害到自己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口业要清静 就是这只嘴巴要干净 同时与同时之间 同学与同学之间 朋友与朋友之间 夫妻之间 走礼之间 师徒之间 都不可以造是非 你知道这个人 有批评某一个人 你不可以把这个人讲的话 传给别人 这样会造成对立性的伤害 后来他会追究 会查 查的时候 就是我讲的 你佛认的话 实习我们的人格 你肯定的话 树立敌人 所以口业 是一定不好的 就是这只嘴巴要干净 嘴巴要干净 所以佛教讲了 要称赞如来 要常常讲好话 安慰人家 佛讨讲慈悲 爱语 这样使我们的心态里面 24个小时里面 都保持清香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你讲话 对不对 口臭当然人家不喜欢 口业人家就更不喜欢 口臭你可以用 你口业用什么洗 你们有没有牙科医师的 照口也用什么洗干净 洗不干净 他违背了因果 所以 这个嘴巴 第一 你这样记住 讲话不可以有攻击性 不能有攻击性的东西 有攻击性的 到最后一定会伤害到自己 我今天我来演讲 我很有攻击性的 去伤害到别的法师 我得到你们的赞赏 得到你们再多的供养 我都得不到 得不尝试 我一上台我就一直批评 那个法师不好 那个法师不好 那你说你们会对我 为了有什么看法 对不对 上台 台上台下攻击别人 这不是有智之人 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为 甲传给乙 乙传给丙 丙传给丁 丁会传给甲的 你放心 我跟你讲 你不要跟别人讲 我跟你讲 你不要跟别人讲 第二个就 我只有跟你讲 你不要跟别人讲 已经讲一百个了 还是重复这句话 我跟你讲 你不要跟别人讲 已经讲了烂了 不想讲七百个了 对不对 第三 心灵要治疗 要先平静 要平静 一定要一个观念 不要祈求别人来赞叹我们 那这个比要犯的更可怜 你只要所做的事情 已经对得起你的责任了 这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这样做 对不对 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一直渴望着别人来跟我赞叹 那这就是 这就可怜了 本来是一个圣者 不要祈求别人来赞叹 也是个圣者 如果我等待别人来赞叹 变成摇尾起零 希望别人灵敏我 希望别人以我同感 诸位你要记住 别人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做的好跟坏 不是你自己来评论的 用不着你一直赞叹自己 用不着口出狂言的 讲自己的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没有这个必要 也不要老实祈求别人 你怎么不赞叹我啊 是不是啊 我今天我虽然 他们跟我报道是说小有名气 可是我并不需要一定别人来 怎么样赞叹我会立法师 那你要赞叹我那是你的修养 我并没有这样祈求 所以人道无求我品质高 一个人道无所求的那个境界 这个人的品性就是没有话讲了 品质高 他的品性品德那就没有话讲了 释迦牟尼佛就是无所求 他无所求他内在里面就没有任何的缺陷 没有任何缺陷的时候 他活在这个宇宙人生当中 走到那里都是那么洒脱跟自在 再来 第四点 只要你活得心安 对得起你的良心 别人的批评并不重要 因为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 再一遍 只要你活得很心安 你对得起你的良心 别人的批判这并不重要 因为这个世间没有绝对的 都是相对的 把我的内在先治疗 先摆平 先摆平 很多人 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我不认为 互相攻击可以解决事情 我只认为 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个人有个人的遭遇 个人做个人的呼应过 我们并不需要造口约 你认为他的行为不对 他并不一定认为你的行为是对的 孔子 孔子的儿子 他很早死 很早死 那么孔子的这个媳妇 你对你媳妇啊 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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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孔子就 养育他的孙子 孔子是个圣人 有人就来问孔子 说孔秋 孔子 孔夫子 你对你媳妇 再结婚 有什么感想 孔子没有回答 再问 说孔子 你对你的媳妇改嫁 你有什么看法 他也沉默 再问第三次 他也是这样 圣人就是圣人 就是圣人 他希望改嫁 孔子能讲 对啊 他这样做对啊 那以后 无人就 大家拼命去 找人 孔子如果说 不可以 不可以改嫁 那小孩子那么小怎么办呢 再来孔子了解 这个男女 这个欲 你怎么突破呢 欲望怎么突破呢 怎么样除掉这个欲呢 孔子他了解 人的人性的弱点 哪一个众生 哪一个有办法突破 这个阴阳这个东西 他知道 他是世间的圣人 孔子不能赞成 是为了怕后代的人 对不对 造成一种错觉 孔子也不能反对啊 他都知道众生有欲啊 你讲完全不可以 那三十几岁就没有先生呢 你说这个世界来讲 他是残忍不残忍啊 你这样啊 空所规范啊 他又不是出家人 对不对 我们是空所佛塔 我们是出家人 没有话讲 他是俗家人 你叫他这样子 三十岁就没有丈夫 你叫他要守住到老啊 我看这个真的是 简直是很难 而且是一种惩罚 而且是一种残忍 对吧 世间人 不是修行人 所以说 孔子 他是圣人 他看事情 他就不是 不会去对怎么样做 他是对的 对不对 要看情形 要看情形 他不是像我们 我们今天这个 这些众生 看到一个人 怎么样发生 就倒麦克风 某某人怎么样 唯恐天下不乱 唯恐他某些小小的缺点 就怕这天下 长生不能不知道 要公诸一死 大作文章 口语造得很重 后来人家实在 没有这么严重 看到报纸 攻击受不了 跳楼自杀 他不呼应国吗 所以我一生一世 最怕的是谁 记者 记者 我很怕记者 为什么怕记者呢 你说他对佛法了解也不多 说他不多 他懂得写几笔 他彻底的了解佛法 没有 东问一下 西问一下 就大作文章 文风就是雨 所以现在的记者 变成没有什么公信力 人家都会怀疑 他的报道是实在的吗 还是假的 前一阵子我去我姐夫家 我姐夫是警察 我大姐就跟我讲 发生一桩事情 他说有一个主头 大家的主头 抓逃 只要跟人家发生冲突 那么这个警察 听到这个报案 就赶快去查办 刚好要厮杀的时候 这个警察跑过去把这个刀子抢起来 然后他已经厮杀流血了 警察赶快 躲起来 刚好记者看到 照相为证 明天报纸出来 警察包庇主头 砍杀另外的人 弄的这个事情 是上级下来调查 查影院这个事情 要辞职查办 这个警察是知法的 是因为记者的一篇文章 陷入污点 大众看不起他 实在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今天是没有结婚 我要是有儿子有女儿 我会告诉他 什么行业都可以做 你不要去给我干记者 这一篇文章 有时候会闹出人命出来的 是事实 是事实 到目前为止记者没有什么贡献力的 有时候我看他的报道 到时候都会写一个 那什么 问号 真的吗 每一篇文章都会怀疑 你说不相信 我说我现在不看报纸 看电视 看电视 TV 我不是说每一个记者都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也有很了不起的记者 欠善 欠人家的善行 时间不灭 是吧 弘法弧度众生 赞叹 也有 我们这样子就很赞叹他的后代 造了无量的应得给他的后代 所以说口诸笔伐 对一个歇佛的人 也是不好 这样会把自己弄得很疲倦 世间没有结对 佛陀也有说过 佛陀说 话多的人 别人要批评他 话很少的人 别人要批评他 沉默不讲话的人 别人还是批评他 天下之人 没有一个不被批评的 包括你们医生 你们医生 护士 包括在座诸位 你没有受过批评的几手 你都做了一百分的 大家都赞叹的 包括我 我也是被批评过 像我讲这个青海的 他的徒弟就写信来骂我了 资历晚报就登报纸的攻击我了 我们也不需要跟他辩论 所以我一直对记者的印象含坏 但是我们也很赞叹 毕竟那是少数 可是少数啊 这一篇文章就会害死人 有时候你是歌星影星 人家都没有那样的事情 对不对 稍微 他刚刚离婚 稍微有一个女孩子 就走稍微亲近一点 就两个人是怎么样 出窗入队 是怎么样花编新闻 写得难听死了 我们学活的人 一定要记住 把批评别人的心 拿来批评自己 才有改进的一刻 我们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 来批判别人 来攻击别人 我们没有时间检讨自己 这是不对的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有一个好处 我不讲人家的缺点 不讲人家的缺点 人家师父 你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没有 个人造因果 个人负责 这怎么能够讲你对跟错 对跟错是我来批判的 我不是审判长 也不是中古世纪的那个亭长 你也没有资格审判你 你可以审判你自己 你的良心可以审判你对跟错 良心就坐落在你的心中 他24个小时在看管你 对跟错你自己去分辨 不是我来审判你的 我没有这个资格 就佛来审判你 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一直讲别人对跟错 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 他做错 他负因果 你不必负因果 你批评他 你负因果 傻瓜蛋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你做错 你负因果 我为什么要来批判呢 我批判你 我来造口业 那我不是又负因果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事件呢 就是都没有绝对 而且我们不要一直批判别人 把批判别人的精神 体力 拿来批判自己 再来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是非 也一定有真实 是非不可免 是非不可免 要想天下太平 先从你的内心 着手除掉一切对立的形象 是非 长短善恶 那师父那你这样讲的话 就没有是非的观念 没有对错的观念 错了 是非善恶 清清楚楚 但是不讲 不重口业 清清楚楚 这又不是神经病的 怎么不懂得这是对跟错呢 是吧 你会讲 没有四根非 那十大枪级要犯 我们会讲他是对吗 那个计程车司机 把人家宰了七 这个这个 宰了七个 宰了七个以后 强暴了七个 然后杀死四个 我们会说他这样做对吗 他这样做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都不对 你再怎么样解释都不对 你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 你就是杀人的恶魔 没有什么好讲的 没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说 上场 良心 是最公正的因果 做错了事情 一直在那边解释自己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我们也学聪明一点 我们也不必去讲别人 所以我这可能就是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 不造口业 这个你们也学习学习 这个对你有好处的 你知道太太的缺点 你不要一直给他烙灰 他在买衣服的时候 你不生活 你那三个 几八年还在背 没关系 你就让他买 买到有一天一年到的时候 你叫他买他都不买 他邪火他就不买了 他化妆起来 在这个镜子底下 顾灵致灵 顾灵致灵 化妆的时候 你也不要 好处啊 像牧心腹打到的 整个牧心都翻唱 都可以在背 他就很不高兴 你就让他化 我这个人就这样 你要化妆 你画得比较漂亮 尽量画得比较漂亮 像观色的音 画顾他就不画 不然他晚上还要卸妆啊 对不对 我常常说 晚上不要卸妆 明天再搭起来就比较省画 说这样不可以 伤害到皮肤 我疼嘛 那我们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化妆就用两个钟头 吓死人了 对不对 你这光头多好 你左看右看 后看前看 都一样 哎呀这个 通通一样 对吧 所以个人的生命观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打牌啊 是很快乐 有的人认为到咖啡 小 咖啡小 请 有的人呢 some body somebody dance disco 跳一下这个disco 对吧 有的人呢 打球 有的人游泳 是吧 有的人唱歌 是你要送 唱歌 你发现他们跳舞唱歌 打球游泳 他能快乐吗 这一定内在里面 没有充满着智慧 去了解这个宇宙当中 是无常的 是生灭的 是刹那变化的 他就一定会在错觉当中 去寻求快乐的 所以佛说 人之所以痛苦 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人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他追求的东西错误 严重的错误 他追求的东西 钱是无常的 名是无常的 名是无常的 这个不是实在的 我们去荣总 荣总你知道吗 荣总 荣总的社长 有一个人得到癌症cancer 拿个那个收音机 在听什么 股票 对啦 这癌症快走了 他在 这样 暂停板 跌平板 然后 赶快 赶快 今天暂停板 赶快 打电了 快点 买出去 快点买出去 买出去 来 说回你 是那个 那医生说 这个没有邪活的 真是可怜 不拘募 这个钱怎么能够带给你永恒的快乐 那钱是相对的需要 当你有所需要的时候 它很重要 当你已经够用的时候 那个钱变成银行里面只是一个树木大跟小而已啊 对不对 你既放在那面三千万也是一个树木啊 只是心比较暗一点 我说我那里面有三千万 我那里面的吃吃足够的 我有剩下三十万 我也可以过快乐的日子啊 已经我已经足够用了嘛 剩下的只是一个树木而已嘛 人就不是一样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就这样子 多到最后心脏爆炸 回去了 回去了 所以 佛告诉我们众生 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不知道做功德 不知道布施 春天没有播种 秋天他哪里有收成 今天有的人做这个事业做得很顺 为什么 他前世他有修 他在那做什么就赚什么 有的人一考试 就上台大的 就上一科的 前世他已经念过多少书了 今生今世才来赌的呀 他从前世就开始补习了 你现在才念 你怎么能够考上台大一科啊 对不对 考了三次 上冯甲就不错了 这没读书的歌啊 这没读书的歌啊 你怎么哪有办法念书的 知道啊 这没有办法吧 用功当然是很重要 可是要有那个歌 唱功讲的要跟 哎 因此我们要了解 我们今天能够大富大贵 那当然是有修 有不思 有不思 如果我们今天因为 太有钱了 地位太高了 而被我们现在的名义 迷住了 而不知道 继续在供养 施舍那些孤儿 欲幼 就 那完了 那你不知道 重福福报啊 重福田 你来一次你就完了 你没有福啊 没有福你 没有办法享福啊 是吧 不过要不思 也要看清楚了 现在那个报章杂志 电视报的那个是吧 温暖是吧 报的很严重 是不是好像是恋财 还是什么 我们当然不了解了 我到最后还是一样 一个温号 报的是真实假 我们不知道了 然后我必须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报纸是这样登 电视是这样报 姑且这样看 可是我们不可能就姑且相信了 我们没有了解 深入了解 不可能不能相信说 有还是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 灵静来自于内心 莫向外求 灵静来自于内心 莫向外求 六祖慧年大师说 常见己过 不论人非 那么 灵静来自于内心 莫向外求 我们想要得到这份宁静 你要从内心里面去关照 任何心而上的外在的东西 不可能满足 永远没有办法满足 你追求今天再多的金钱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快乐 够用了就可以 你老婆讨一个讨十个 一样没有办法满足 你看 你拿到清世界的荣显 几十个波斯鞋位 没有用的 眼睛一灯就走了 今天 有个人来 来见师父 是吧 年轻人二十六岁就 就走了 年轻人二十六岁就去世了 准备到美国去留学 生命很短促 对任何事情不要太执着 但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 所以尽人力 而后听天命 不可以说 虽然 要不要救众生虽然 要不要做功德虽然 什么都讲虽然什么都放弃 什么都讲虽然什么都放弃 这个在禅中里面讲 就是认病 认自己的习气 不改变 他以为是修行 这是错误的 人家讲精进 修行 心静就是精进 人家讲你要拜佛 佛在心中 拜什么佛 早晚课 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有人早晚课吗 是很多无量无边的理由 无量无边的理由 那么 我现在 谈一点这个 禅的观念 谈一点禅的观念 可以使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心胸 扩大 心胸扩大 不是心脏扩大 哎 那么 禅 禅 就是福的心 在禅中里面一句话 不是本心的 学佛无义 不了解我们的本性的人 学佛 没有什么意思 不是本心的 学佛无义 禅的原意 应该是两个字 是禅谋 有了念那 禅那 那是不对的 禅谋 禅是福的心 禅是由悟而来的 不是由做而来的 很多人误会修禅 要在那边做 那是不对的 修禅的人 在那边做 那如果起来怎么办 那起来就不是禅 所以禅 是二十四个小时里面 了解自己 清清楚楚的 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 哎 万句话说 身口意三业 所做都是忠道 这是禅 一个开悟的人 他所做 所讲出来的话 不会违背因果的 开悟的圣者 你用什么方法去刺激他 去诽谤他 去攻击他 去攻击他 无中生有的攻击他 他不会生气 他不会报复你的 因为天底下 在一个开悟的圣者来看 是没有事情 是没有事情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只有开悟的圣者 可以享受真正自己的生命 去我们这些凡夫素质 主观也好 客观也好 主观也是执着 你讲客观也是执着 你讲你自己很客观 其实你很主观 你讲你自己很主观 对不对 也许别人觉得你很客观 主客观都是意识的产物 他也是意识分裂的产物 并没有一种肯定的东西 就主观来讲他很客观 就客观来讲他很主观 无量的客观会造成主观 无量的主观会变成客观 那什么是客观 什么是主观 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那么禅就不是的 禅就是秉除这些善恶 是非 主观客观 明暗 有无 断肠 依义 厉害 没仇 是非好坏 全部放下 因为他了解这是空性 延伸延灭 今天我们来到长庚的 这个大礼堂来 因缘聚会 等一下九点都讲完了 每个人个人走个人的路线 我们一定要了解 延起无自信 当下放下 所以说一米了时 无了时 当下决断就是死 你想要找一个因缘 才来出家 好像很难 如果你应该肯定自己 我一生一世一定要修行 啪 断了 就修行 没话讲 是吧 就清清清清了 看这一面之间 所以佛教讲 甚至超越时空 一面之间可以超越万节 万节化为一面 那不是不可能的 时间是虚幻的东西 我们说我们从小 我们从小一直活到今天 师父今天是三十七 可是小时候的事情 历历如新呢 在脑子里面 一面之间我马上可以回想到 三十年前的事情 开悟的圣者 他更超越了这些意识上 所产生的时间的一种 抽象的观念 时间是抽象的观念 因为有明跟暗 所以划分成二十四个小时 当你进入外太空的时候 全部一片光明 当你进入南北两极的时候 白天是那么的长 晚上是一点点 或者晚上是那么长 白天是一点点 如何又产生明暗之分呢 所以明暗之分 实践的观念完全请自 一种抽象的观念 由物质现象的明暗 所产生对立的自己 我们把它划分 然后产生刻画 刻画以后产生执着 产生执着我 我说我们有时间的观念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观念 因此我们也了解 圣者 圣人 他没有时间观念 所谓没有时间观念 不是我们慢道的 没有时间观念 而是突破的时间 我们因为强烈的时间观念 所以我们等待会很痛苦 对不对 那女孩子的男朋友没有来 一个毛巾咬碎了好几罐 怎么还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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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毛巾 不来 不来 那这个这个 这个男孩子在等女朋友 猛抽烟 两三抱烟 一下子都错完了 这时间观念太强了 难熬 所以你可以看看那些歌曲 动人的歌曲 无非都是感情的产物 强烈的爱 强烈的恨 强烈的嫉妒 所以产生强烈的等待 那些时间的观念 哎 如果有有有 有缠的功夫的人 哎 那不来 不来正好念大辈子 慢了一个钟头 好太好了 念四十九遍 慢了两个钟头 很好念一百零八遍 也没差 也没差 是吧 他有缠的观念 他了解错事 对不对 你今天你等到他 好了 两个人手牵手的到延环去吃一餐 到六个路 你还是要分开啊 你要牵多久啊 牵进去观察啊 所以他这个智慧很高超的时候 他可以在每一个动点上 活得非常超越 因为他有 有物 有物 这个物啊 是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物是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物是二十四个小时 看到花 他就知道因果的观念 哎呀这个花雨水够了 色彩开的很鲜艳 这个花啊 不可以切少阳光 哎 这花开的多漂亮 花枯萎啦 他就会告诉自己 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老太婆 我 奇斯密 水魂品 就抹不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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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蘸多乳高也用不着了 啊 啊 雪夫龙 蜜蜜蜜 都用不着了 花蟹的时候 他马上悟到生命的本质 就是脆弱的 就是无常的 就是无常的 他心马上放下来 碰到真实的时候 坚持不下的时候 他也会告诉自己 这也会过去的 也会过去的 好 那么看到水 看到水 他就会悟到 哦 这个水变成真气的时候啊 杀伤力就很强 这个水在常态25度C的时候 他是液体 这个水啊 在4度C的时候 他是固体 哦 他马上会悟到 能量可以改改变H2O 变成气体液体 气体 改变气体液体 气体 固体 形态不一样 可是本质相同 啊 就是H2O 人也是一样 因为业力不一样 业力 思想上的不一样 所产生出来的 有六道轮回 大智慧的人 他就会超生到天界 超越到三界万 修菩萨道的人 他就证菩萨国 修四地法就证罗汉国 修六度万恨就证佛国 修十三业的人 就到天道去 为什么 意识就是我们的业 业就是我们所讲的Energy 那么因为是这样 就是一种业力 照长久的思想 思想造成惯性意识 所有的惯性意识 会留给下一代 带动下一代的启发 一个人今生今世 念佛念习惯了 出家 他来世 在迷迷糊糊糊当中 一看到佛像就会哭 一听到人家畅战就会哭 为什么 前世是修行人 你问他 你为什么哭 不知道啊 你进来佛当有什么感觉 有的人感觉很陌生 有的人讲 这好像是我的家 当然我们前世就住寺庙 当然这是他的家 就是无形当中业力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看到水 他也马上悟 我们人的本性是不变的 但是因为造种种的业 所以会牵制变成六道轮回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不讲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手握东西 你就知道 他这个一执着 他什么就不能接受 什么东西就不能接受 今天我们学活也是一样 今天如果你是一贯道的 修量放大一点 你如果你是基督教的 你修量放大一点 走出这个象牙塔 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再来下定论哪一个宗教比较高超 没有经过任何的比较啊 你不能显示是佛法 跑 跑到什么地方 再来 我们呢 看到虚空 我们就会了解 我们就会了解 这个虚空啊 好大 他没有边际 假设我们一个人的心 能够像虚空 那就无所不包了 我们人不要画地自现呢 做简师傅 我们要包容 异己 才可以成就更伟大的道业 包容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 就更能够成就我们 对吧 做医生也是一样 这个做医生呢 如果主观意识太强了 他会误诊的 自己的判断是肯定的 下药下错了 下药下错了 太过主观 他认为他是前卫 不请求别人 有时候不接受别人的看法跟意见 来变成物诊 自己不懂得 我是有名的医生 我会不会请求你 那麻烦 所以呀 胸量稍微放大一点 接受别人的看法 有时候对自己是帮忙很大的 人家会讲你 那是累积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经验 有时候你不妨听听别人的看法 所以说 我们看到花被剪了 我们就会知道 蝉是由雾而来的 从一朵花 从一滴水 从看到我们的手 看到虚空 看到这个突出来的数字被剪掉 你就要注意 人 不应该狂妄 我们就要说蝉是二十四个小时 孕育在我们的内在 接触到任何的环境 我们都可以找到真正自己的生命 那就是空 空 空 无常 无我 不是实在的 慢慢的这个生命 就悟到世间是无常 得失的观念马上破除 既然是无常 你得跟失 那是一个观念 我只要把尽力把我的工作做好 得跟失 所以 所以就是离相对的观念 你相对的观念 所以我们不见人之过 常见自己起心动念 这个会使我们修行 你在 变身化 三祖身战大师啊 开悟 开悟讲了几句话 说自道无难 危险简直 但莫 真爱 动然明白 自道无难 是什么意思啊 自道 这道就是一切道理 一切事 它的根源 水有水源 木 树木有树木的根本 所谓自就是达 道就是实践的意思 去做这个规则 简单讲这个自道就是真理 而真理呢 它是普遍性的 真理啊 它是一切事 一切理 都存在的 意思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 这个庄 庄生讲过 这道在死尿 你看到这个小便大便 也可以误到 也可以误到 哪天呢 你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黄金呢 也会误到 身体是臭的 追求这个也是假的 是吧 我们现在都被广告所迷惑了 广告都是请那些比较漂亮的模特来 哎 那头发啊 是那么好啊 分叉啊 洗什么都好啊 广告 找那个漂亮的身材 啊 你不相信叫一肯一大肯去 去广告 还是说那个 面前卖 不要这样 是尿的 很猫的那个 你叫他去打广告 都是欺狂众生的 没有效果是没有那么好的是 人就是虚伪 效果 那广告摸这种当然是很好了 众生就 就被迷住了 像像我前几天在看报告新闻的时候 我看法国的巴黎啊 那个什么服装展览 啊 做那个什么玩礼服 脱的一个尾巴长得不得了 是不是啊 那个头发做起来像公鸡一样的 龐克族的 搞什么东西 看不懂啊 他什么所谓这样子 哎 这样到底是代表什么 很怕 还是很special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奇形怪状的 对不对 雕心里引人注目 可见他内在多空隙 这巴黎 沾染后 请那个衣服一套一套出来 我在想 哎 脱光了都是一样吗 没什么好看的吗 这个身体光了 那个身体都是肉吗 脱都一样吗 穿那个只是外面而已 脱起来多多肉吗 没什么好看的嘛 我没有感觉这什么好看 我觉得这个好看啊 这个 这青菜拢了就来了 啊 面前的肚子 我都没有 我今天出来 我又要走一间 我等我 我出来要喷 发胶 哎呀 真是 麻烦死了 那个自在的生活呢 不过你过那个痛苦的生活 为了化妆一个臭皮人啊 我叫讲的这个臭皮人啊 弄得老半天啊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 修行人在看这个世界呢 好像不太一样 看 东西这个骨髓里面啊 不可以看这个皮肤了 对 看这表人皮肤啊 这手很漂亮 刀子一割哇 血流出来 差不多了 死了以后剩下一根骨头 看破 看破 这很 其实很简单 可是我们常常会 自己勉强不难 哎呀好难 好难 好难 你一直讲好难 当然好难啊 对不对 你还没有开始修行 你就打 就放一个半小时前面 一直讲很难很难 那很难当然你没办法了 对不对 没有勇气 没有骨气 你当然很难啊 说简单很简单嘛 就是放下两个字而已嘛 所以智道无难啊 危险简直 就怕你啊 东找一找 西找一找 西挑一挑 取一舌寻觅 事实在 根本就是一切现成的 放下就数 眼睛看耳朵看 通通放下 当下就数 怕就是你妄加选择 简单就是妄想分别了 如果你能够随从这个不二法门呢 一切都是现成的不难 不难 所以淡漠真爱 真就是一个心啊 在一个曾经的成 这个真爱 动然明白 真就是恨的意思啊 你内心里面动一个念头 真就是恨啊 爱就是执着啊 是吧 就动然明白 所以说 智道无难 危险简直 是淡漠真爱 动然明白 内心就清清楚楚了 什么病都很清楚了 意思是叫做放下 不要有执着爱恨 你恨他 他不但不知道痛苦了自己 你得到什么 我这个人 我不会恨别人 如果我看不惯 我会抓来揍一揍 这样事情就解决了 这比较快嘛 你恨他傻瓜蛋 他又不知道 我恨你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哎呦 我恨你你不知道 傻瓜蛋 我恨你你不知道 你恨他 他不会少一块肉 他也不会减少缩命 你只要惹死 可怜 可怜 众生就这样 可怜 快乐的日子 他不过 他要过痛苦的 哎 说好理有差 天地鲜格 亦得现前 莫存顺利 为顺相争 是为心病 好理有差 修行之后 你对有 你要悟到 这个是假有 你对空 那错 产生断灭 不可以产生断灭 意思就是 在有的时候 你要悟到 是有是无常的 是云云合合的 不是实在的 哎 虽然是有 可是我们不执着 可是我们 了解到空的时候 我们要悟到 我们不可以否认现实社会 我们还是继续要活下去 太阳明天还是要出来 我生命明天还是要活下去 工作还是要做 虽然这是虚幻的 是假的 我还是要尽我的本分 所以空也不空 虽有而非有 哎 慢慢的去悟到 好理有差 所以你对有跟空不了解 有差 天地弦格 那 那这个 这个跟佛的心呢 那就差了四万八千里了 你对有 不悟到有 不悟到非有 对空 没有悟到非空 那 那你说了解的 天地弦格 这差距是太大了 差距是太大了 所以欲得现前 莫存顺利 欲得现前 你想要真理在你的面前 产生 你要得到这个真理 莫存顺利 顺就是顺从的顺 逆就是违背的逆 逆是逆 莫存顺逆 所谓逆正上年的逆 逆 五逆的逆 那莫存顺利 就是说 哦 大家对我很好 逆在里面 无量的欢喜 逆就是 不好 生气 痛苦 所以意思就是 欲得现前 你想要真理在你的面前 产生 你一定要了解 空性的道理 当下放下 不可以存在有 顺跟逆 顺就是人家 人家对我们好 我们很高兴 逆就是好脾气了 不好了 是吧 有这样一个念头 总是不好的 唯顺相争 是唯心病 唯 唯背的唯 顺从的顺 相争 斗争的真 唯顺相争 就内在里面 夹着这两种观念 再讲一遍 内在里面夹杂着两种观念 两种idea 唯 就是 哎 对我不好 唯背我的意思 唯 困入的意思 顺 我内心里面太高兴了 意思就是说 乐即生悲 悲即就生乐了 悲啊 或者是乐 这两种极端的唯顺的心情 相争 是唯心病 今天我们不是讲 不是讲医疗吗 如果这八个字啊 医生们啊 你写起来的话 贴在你的这个 要先治疗别人 先治疗我们自己 要看别人的病 要先看自己的病 这八个字就是医生最重要的 唯顺相争 是视为心病 内心里面有两种观念 那就是病 意思就是我们内心里面要统一 统一就是他对我好 对我不好 嫉妒我 毁谤我 再包括拿刀子 那刀子让我没有跑啦 不要被他杀死啦 意思就是 内心里面呢 要统一的观念 慢慢的就会呈现安详 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恨一个人 就我能够恨 他是被我所恨 内心里面的心智 心智就会成分裂状态 精神分裂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分裂 我们内心里面没有完成统一 我们有情绪的高低潮 学佛这就是根本 彻彻底底的了解自己 彻底的改革 你要了解佛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你要先了解他的心是什么 佛的心就是没有违顺 放下是非 善恶 没仇 有无断 藏 意义 利害 明暗 人我是非 我也是全部放下 如果你要找佛 从这个地方去找佛 如果只有拜外面的异佛啊 拜一辈子都不会开悟的 拜再多也没有用了 你不悟嘛 拜再多也没有用 是吧 所不是圆子徒劳念静啊 圆呢 就是一 不是 就是 是就是认识的是 圆就是一圆两圆的圆 简写的圆 不是圆山的圆 子就是圣子的子 这不是圆子徒劳念静 徒劳念就是观念的念 静就是安静的静 不是圆子 圆就是最初的法则 你不了解最初的真理 当下就是空性 简单讲就是佛经讲的法尔 如是这个法尔 你不是圆子 就是你不了解这个法本来就是无常的 本来就是空的 本来就是苦的 本来就是一无可取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 善那之间生灭的 这是圆子 徒劳念静 你只一个人就是不悟了 只一个人坐在那里 习心尽力 想要破除烦恼那不可能 那只是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什么都不想 死人也是什么都不想 我什么都不想 徒劳念静 哎呀这个烦恼很重 我把他心安下来 安下来 他不知道 安心的这一念也是虚妄的 有心可安 心是虚妄的 何有心可安 本来无心可安 摔碗筷比较没有人看到 对不对 发大脾气啊 这很难讲 所以我们一些佛 不了解本性的不生不灭 这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学佛是找到真正的永恒的生命 学佛不是消极 更不是那些悄悄达达 感经上念经的 那是形式上的东西 如果念经就可以超度了 那大家就不要修行了 那我也可以去偷 可以去抢啊 但是如果说念经没有用的话 那中国人佛教的 到几千年来都有念经 那就不是白色的嘛 所以看情形 要是说 他这个人杀人放火 那你跟他念一本地藏经 就解决 那他得了啊 那佛教不是鼓励人家杀人放火啊 所以业要有轻跟重 超度的人 那个法师啊 功力啊 身跟钱 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你在爬山啊 气喘了 你碰到一个大力士 一手 就拖上来了 就力量够啊 超度也是一样 碰到一个有力量的法师 他给你超度是一下子就 拖上来了 你本来业障很重啊 是吧 那你说花那个钱啊 请那个假和尚啊 假尼姑啊 那念经念老半天没有用啊 什么都没得到啊 那没有修行啊 你叫他超什么度呢 他自己本身就需要超度 怎么超度你呢 有人讲 师父超度有用吗 这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超度怎么有用 一定有用 不一定有效啊 对不对 那超度没有效吗 那也不见得 超度如果没有效呢 完了 超度没有效呢 那你这个念经念佛 也没有用啊 有效 当然有效 只要看根气 看怎么念 有没有诚心的念 九点了 九点了 差不多了 我讲一个半钟头嘛 当然这是因为 资料的准备啊 是很多啊 哎 那因为 长歌词算是第一次了 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统筹一下 今天这讲的观念 我们了解了几个原则 我们会生活的很好 佛教不杀身 佛教不迭告 不在拔背 佛教不抽签 佛教不算命 佛教不看地理位置 有做参考有了 啊 该怎么该怎么该 有做参考了 是吧 佛教啊 不是像什么放什么灯笼啊 放什么炮啊 还是什么烟火啊 还是什么迎神赛会 杀猪公 那个都不是佛教的举动 佛法是求真理 求真理 求具物 不是看着外面的那个敲敲打打 是没有错 那是佛教的一部分 是方便接引众生 方便接引众生 方便接引众生 真正的佛教的根本精神 是悟 是悟啊 是觉悟的意思 啊 所以希望各位不要误会佛法 不要误会佛法 不要误会佛法 哎 想说你有兴趣 希望到师父的文章讲堂来参观 我们随时都很欢迎 人生难得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播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 十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